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是要打架 盖出来难道是盖场来玩的啊 又不是晋江的公司都是盖场里面都没有空的 都没有设备的 我不要问我说是哪一家啦 很多都是盖场盖好了 然后检查 哇 这箱子很大间的喔 结果里面都是空空 空空 这样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先看六四八八 我再来导印这样 六四八八的再拉远一点 因为我们当时讲的时候是在这里 你讲很久以前耶 就在这里啊 我记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时候大概是七八十块 它又不是设备厂 不是 那时候是细经研 我讲的是细经研的概念 好 现在回到刚刚那一个 不要讲那么多废话 好 那全球从2017到2020年 总共要盖六十二座 比上次十九座多了吧 对 所以细经研其实下来还是会涨上去 除了那个有一个大股东伸让一万张那一个 起来就把抗下去 不是 起来就把买下去 那个台胜科以外 台胜科今天法 今天法联还在买 那些法联应该抓起来打屁股 尤其投信的 你是没在看嘛 大股东伸让一万张 一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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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掉喔 要声让 还没有卖 声让到现在 现在三天以后才能卖 再收拾 现在再买 不好 不好 好啦 我们来看 那这个如果要盖金研厂 六十二座 六十二座 这是第一个 是 那是不是设备跟细经研的受费 对 这个是我们这样慢慢推 那2017年 有282座的金研厂 要进行设备的投资 也就是说 你看 怎么对不起来 因为他们有的是 这个是新盖 这是新盖 有的是擴廠 擴廠 有的是製程轉換 製程轉換 比如說從28奈米 要升 變成16、14奈米 那是不是要設備 有的要產線擴充 對 都要買設備 對 這是282座 然後2018年270座 這樣加起來 是不是比原來 那個矽晶圓的需求 大到很多 這個是本來沒有的廠 要增加這麼多 這是本來有的晶圓廠 我要進行擴充 產線製程的轉換 這全部都是換設備 那中間還有OLED廠 OLED廠 中國大陸又投資兩兆 對不對 通通設備嘛 對不對 今天有OLED是不是很強 至今5245至今漲停 然後那個8104的 那個來保也大漲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併在一起 所以我們來看設備 設備的部分 我就挑幾檔 我剛剛問了至於說 你知道今年 今年漲最多的設備廠是哪一家嗎 我以為是雅翔 不是雅翔漲最少了 因為它是去年漲了 叫做泰森 對 虧損 這個是錯了啦 我自己把它圈起來 是我沒有叫到 對不起叫雷射 雷射 雷射設備 好 那泰森我們給大家看一下8024 8024 8024你看 哇 13塊 去這裡32塊 有沒有 漲一倍多有沒有 它是做什麼雷射設備 它做雷射設備 因為OL OLED是軟性的材質 所以它要用雷射切割 我上一回有大概講到 那個燕運團的時候 我有講到 可是它虧損 它虧損 它財報出來了 去年沒有虧多少 虧2塊3毛8而已 結果它漲最多 它漲最多 現在還在漲 現在有法人出報告說 它今年看40 因為雷射這個部分 是很缺的 雷射設備 那聖輝的部分 它原來是做無城市的 它還有投資一個叫彭毅 彭毅 潛在利益780塊 你不要小看這個 那環宣的部分 我一般來講都知道 它說它有其他的 自動化設備 我用艾斯摩爾來把它做代表 因為法人最近買滿多的 你看我們看6196的環宣 最近也長滿多的 是啊 我是孝璇宣 你看長那麼多 厲害耶 厲害吧 很厲害 也長得很多 這都不錯的 你看本利比其實都不高 對 也就是相對於你 你其他的來講 那雅翔 雅翔的部分 我都會叫大家看雅翔集成 603929 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603929 代表什麼 我只是講一個產業 代表在中國大陸的設備股 是被追逐的 他創歷史新高 今天啊 對不對 今天可憐的雅翔 竟然會被殺回來 今天我也搞不清楚 大家在賣什麼 反正你看 為什麼殺偽盤啊 因為 因為 因為看到盤怕 對 跟OTC疊下來 同時間 跟OTC疊下來 就被賣下來 那反正這裡是你的機會 就是我稍微講一下 那我們今天講最便宜的 跟泰森是同一組的 喔 喔 東捷喔 泰森同一組的 叫東捷 好 我們來看一下 8064的東捷 好 我們來看一下東捷的基本面 他去年賺一塊 零二 然後第四季是賺零點六七 那那一個是負的零點六七 對不對 對 今天他還被一檔股票帶下來 叫做什麼 均豪 均豪帶下來 那均豪呢 他講 有 那個時候還沒公布財報的時候 均豪五四四三說 我第四季賺零前三季 結果出來 一切都是假 第四季是虧損 就他今天跌停板啊 所以 你敢笑 虧損 虧損 虧損不重要 好 我問你 均豪今天跌停板啊 那如果有的要怎麼辦 明天趕快賣掉 有的就看他有沒有談啊 看他有沒有談 看他有沒有談啊 不然他這個樣子 真的看起來有點討厭 是喔 有一個跳空往下的水口 他如果有談也可以喔 有談就 就看一下 因為他剛好到均線的位置 是喔 好 到月線的位置 好啦 我們來講東捷 那我們看 也如果以這樣來講 我覺得最便宜的 最有爆發率的是在東捷 因為東捷有幾個體材 第一個咧 他是鴻海集團 OLED的設備材 郭董的 郭董的 而且他主要是在雷射 雷射的這個部分 那雷射切割 雷射撞孔 那還有雷射修補 這個部分是這樣 然後再加上咧 原來東捷是奇美的系統 那奇美系統有一組人咧 離開了群創病起來的時候 離開這裡去南京熊貓了 所以那裡蓋廠的所有設備 全部跟東捷買 這個是新聞還沒有公布的 是喔 南京熊貓蓋的那個彩虹的 那一些廠 那一些設備全部都是 狼刮在冬捷今年的手上 趕快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冬捷原來的系統 是來自於奇美店的 那群創的 所以基本上 他本來還有投資這個叫做 塞伯爾 火灰秒雷射 這個部分做修補 我們看一下他的日線 好 看一下日線 今天是被那個 那個軍銅把它帶下來 我們等一下 底下看那個外資跟那個 大股東的買賣差 來 你看 這個外資 外資其實賣了這一天 這一天是最高嘛 高賣一下正常 然後又買回來兩天 然後800張以上的大戶是這樣 就一直買 一直買 所以股價現在多少 我想一下 21塊6 好像21塊6 還超便宜 21塊6 我們剛剛回到那一張 來看那個有泰森的那一張 泰森的那一張 泰森現在幾塊 28塊多好像 可是他虧錢 虧錢啊 對啊 所以同樣做雷射 我把它圈起來 做雷射設備的 股價 法人把它寫到40 那他不用30嗎 更何況 他獲利 未來的獲利一定超過 就未來幾年一定超過泰森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看基棋的位置 我覺得倒是可以注意一點 所以冬傑可以上去看一下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法人又買 法人小買嘛 然後那個大股 大股買很多 買很多的時候你看 他正式突破這是 你不能換個月線 月線 正式突破月線 沒關係 換一下月線 謝謝導播 你看月線 正式突破完以後都沒有回測過 所以這個地方月線是一個好的買點 如果他沒有來 如果有再上去 這個位置是可以撿回來 可以擺著 為什麼他一直都站在月線 你看有沒有看到 是這樣 那如果他能突破上去 這個位置能突破上去 這是232 能突破上去應該股價會有一波不錯的行情 加上有一些新訂單的加持 好 謝謝誠誠哥 這個半導體的設備趨勢是比較長線的 那選股的部分就幫大家選了一個本益比又低 又有郭董加持的個股給您做參考 好 那麼再來請陸名副總幫我們回答下 觀眾朋友植股問題 2344 華邦電 這個很重要 這個2344 今天難得還在漲的股票 我想這幾天蠻強的 就是華邦電跟這個旺宏 十幾塊的半導體的一個股票 No Flash在缺貨對不對 對 No Flash的一個缺貨 當然這樣一個題材 那當然旺宏也很強 旺宏也跟高通有用他的一個產品 那這邊來看的話 就是說包含了一些 所謂的一些新機的推出 蘋果新機等等這些新機 這對於是說相關的一些記憶體的需求 我覺得都還是相當的OK 那華邦他自己本身有這個12寸廠 看起來也是相當的一個 所以他是問可不可以續報 每天都在創新高 你問我要不要續報 我是很難回答你 那空手可不可以加碼 這邊來看的話 因為其實大盤是還在一個震盪 那短線上當然也是10塊錢 漲到15 6塊 對 長五成 對 外資看起來稍微有點 並沒有說很在持續買 所以我想還是壓回 我想如果壓回到哪裡 我想測試大概這邊 因為法人的成本 大概主要是在這裡 外資的成本在這裡 我想大概呢 你考慮大概是13 14以下 再進場 不經常看要不要再來去接 我講的是比較長期的 大臨短線操作的人 就是折強而進嘛對不對 對 因為他每天還在創新高 好 這個是華邦店 那我們來看他說 美食KY怎麼操作 他虧錢了啦 美食KY了 其實我們在看 看他這樣的一個股價 或者說他們兩岸的 所謂的這種 這種這個 布局 的一個布局 因為包含像一例一休 這個成本的拉伸 對 或者說他這個 是不是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進入障礙的話 我想就要去特別去 特別去注意了 那這次我去上海 甚至像去杭州去看 那個地鐵 大概有一家 叫克里斯丁 那也是台上去做的 就是相關的一些 所謂的這個 類似就是說一個 咖啡啊 麵包店 麵包店 走那個複合式 麵包店 還賣咖啡 直接賣咖啡 所以大概這個市場的競爭 也是蠻intensive 或者非常的激烈 對 那所以我想操作的部分 我覺得啦 就是說 你是不是要長久去抱他 我想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issue 因為我們在看一個產業 其實我們在說 這個東西是不是可複製的 對不對 他已經被人家複製了 是不是有沒有 進入障礙的話 這個是我考量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你要小心 那當然還是 還是很賺錢 在台灣80度C 這個還是很賺錢 對 那當然還是不錯 可是就是說 股價來講的話 我覺得就是說 比較不是那麼的強 對啊 不是那麼強 好 那我們再來看盛達 盛達怎麼看 盛達就比較 哎唷喂啊 這個是怎麼辦 其實消息面也蠻多的 消息面很多 因為我們說 網路上去看 就是這個好像 這個大家都會喜歡 做這種十幾塊的 這個股票 做得比較多了 那他怎麼來去 一場空又要回來了 之前他幾次的 你看他以前的股價 大概都是這樣子 上去又回到原點 那其實Ashley來講的話 他的公司並不是說 特別的一個賺錢 所以我想操作 大概是以區間來 來去操作 區間操作 好 這樣子 那看一下南訪 來 他說南訪還可不可以買 那南訪看起來是OK的啦 因為這個外資的還是 或者說這個法的 還是持續在滿進 那我們說最近紡織股 我們說這個一些 他自己本身 也有土地的一些資產 相關的一些投資 我想技術現行 是一個偏多的話 我想大概也不會有 太大的一個問題 好 非常謝謝陸名副總 幫我們回答了 這個您的持股問題 那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我們要有請請文哥囉 一樣是觀眾朋友 問的這個股票的問題 待會幫您回答 馬上回來 有喝超米漿齁 紅衣陽光超米漿 東圓雲端便平空調 超省便 超環保 買東圓 四月底前 好禮四選一 TECO 有喝超米漿齁 超米漿齁 紅衣陽光超米漿 台灣唯一國際認證 國際自由車 環台公路大賽 經典舞展 3月26日至30日 盡速開跑 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南投縣及屏東縣 世界各國車隊 精英直居 決戰台灣 邀請大家 一起為選手加油 成長波動 在所難免 保德性投行 4月9號期 讓成長多一點安心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深購錢影響月公開說明書 我有一個朋友叫阿秋 一個看完我就會一直叫他 阿秋 就還說他是我一輩子的朋友 再說的 我才是你一輩子的朋友 讓LP331米優多照你 LP331米優多 亞瑟市 GEL QUANTUM 緩衝彈力 全新上市 台灣大規模富有采購者來囉 萬件富銀用品一折取 3月31到4月3號 台北市貿易館 快搜尋 上連不要 亞瑟市 GEL QUANTUM 緩衝彈力 全新上市 亞洲新灣區 頂級郵輪城堡 台灣第一高住宅 68層268公尺 超越新加坡金沙酒店 亞洲最高住宅 私人會所 高空有值 媲美紐約157Tower 與六星級飯店垂直共購 提供住戶天空直送頂級服務 願熊企業團50年里程碑 台灣第一高飯店住宅 遠兇了萬 大胃啊 我們最愛吃菜哦 大冒菜心 菜心脆 吃吃開胃 大冒菜心 大冒食品 全新Mufri一節迷你錠 床型配方 含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一天一小錠 保護力是葡萄糖胺 加軟骨素 兩倍以上 一天一小錠 維持靈活 好輕鬆 東圓雲端變平空調 超省變 超環保 買東圓 四月底前 好禮四選一 TECO 你男朋友問你有沒有偷吃 偷吃點心啦 想偷吃就偷吃 統一AB如果 好來我們來看一看觀眾朋友問陳恩哥之前提過的中砂 中砂怎麼看 中砂我們來看一下它基本上是這樣 三月二十九要有法說 注意一下 三月二十九 有時候法說會的股票可以稍微注意 就像我們上次講 四九四三的那個叫什麼 康控有沒有 你買不下去它就給你一直飆上去 四九四三瞄一眼 好啦 先給大家看一看 這是電腦鏡 這膠有法說的一天 然後就噴出了 噴出了 所以這個可以注意喔 這個可以注意 因為它鑽石碟第二季 第二季會很好 好 藍帽 藍帽來我們看一下 藍帽它今天有過這個高點對不對 對 有過一點點 那藍帽呢 其實我覺得最委屈的是藍帽 為什麼 因為它跟紫光啊 我們現在台灣跟任何一家結盟裡面 最想爬的紫光 投審會又不准 不是 它現在已經交割了啊 它子公司已經交割給紫光了 就繞一圈還是要做 已經繞一圈啊 所以我倒覺得說藍帽 你管它外資怎麼賣 你把它買來像定期定額 你每個月給它存一張 你以後搞不好藍帽漲到一百塊去 以後就會謝謝誠誠哥 來 雅翔 雅翔可不可以加碼 雅翔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說這裡啊這裡啊 加碼是在這裡啊 技術面我們不是講過說代量這個啊 這個地方可以加碼 好 那我們再來看這個傑敏 傑敏喔 傑敏來到這裡它有點過高 為什麼過高 你會講說 是不是 過高它是71 它配3塊3啊 你要給它加去 它已經漲到74了 它去年配3塊3啊 所以它過高 有沒有 71塊半 那這個部分過高會拉回 拉回注意一下什麼 注意一下法人的動向 法人在買啊 法人在買 所以你下來就 這裡 注意一下有沒有 這裡是加碼鐵 為什麼是這裡 大量區喔 大量 這個宮崎一樣的這個位置 記不記得我們每次都是這樣 大量的那根 對 這個拉回 你不要在這裡把這檔股票賣了就是了 好 謝謝誠誠哥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真的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你喜歡囉 李才友報我們明天見 全新上市 成長波動在所難免 保德性投行 4月9號期 讓成長多一點安心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錢影響月公開說明書 如果怕勒故村 又怕空性騷 該吃三支火山飄 小鹽雞鐵鍋 先小鹽 後雞鐵鍋 沒小鹽雞鐵鍋 要雞命 三支火山飄 口臭不是漱口就會好 口臭是因為火氣大 政績加味消致丸 特別增加黃蓮解毒湯 嘴打 嘴口 嘴草 就好喔 便秘